他們的節目有一次 那個...那時候夜問很流行 然後發我去 我說幹嘛 他說他們找了五個武術高手 然後我說那我的角色呢 因為我又不會武術 你就來評論武術啊 我說你...我可以評論武術 他說可以 來運哥 你就反正就插顆打混 然後我就去了 他去了以後 腳本呢 怎麼哪有人這樣的啦 那你應該早就知道發生什麼事啊 沒有 有的製作單位偶爾也會 他可能當中有一些特別的梗 他不想被你知道 是有趣的 他不想先破掉這樣子 是到了錄影前喔 我硬跟工作人員說 給我看一下... 那個有什麼梗 我知道了 我會演嘛 給我看嘛 一看 傻眼了 被揍 那個當集的主題呢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主題 射動主題 他主題是寫什麼的寫 誰來揍我 哪有...哪有談話節目的主題 叫做誰來揍我 好白話 好... 好... 我們要揍活潑一點 玉琳兄 你就是那個我啊 我就那個我 那就是對照 你當時做的那個節目啊 什麼大逃殺那樣 可是我的邏輯就是這樣 我那些... 我那些揍人的人 是沒有... 是不專業的靈演 他們找來的是專業的武術高手 第一個上台就是泰拳 泰拳好可怕 先示範的時候喔 砰... 我說 你愛上隊我嗎 那泰拳還跟我說 因為是外國人 他是那個歐洲泰拳冠軍 那級來賓只有你嗎 還有小鐘 為什麼小鐘要上台 就是說你兩個 誰會被揍的意思是不是 因為揍... 選他們兩個來被揍 他們就是被揍 不會跟你生氣 而且我覺得真正的 學過武術的人 不會打到你的手上 對啊 不像他早的靈演 可是我們事前會跟大家講說 往死裡打嘛 對 玉琳哥的話 你就要大力 小鐘可能不用那麼大力 那時候有泰拳啦 有跆拳道啦 有柔道啦 你不逃走喔 你這個也敢上啊 還有自由搏擊喔 對 還有自由搏擊 其實我瞬間 人生跑馬生一直有在打 然後我就... 然後我會走我的前半身 我就說好 我就坐在這裡 你可以反手嗎 你可以反手嗎 沒辦法 因為你對這種武術高手喔 就像班傑 班傑 我有一次 班傑 我這樣碰他一下而已喔 就被我... 就被我反手變對 對啊... 對...